嗨,我是圆圆姐 昨天我跟大家讲了在找工作的时候 价值观和优势然后对你的影响 你应该怎么样匹配自己的价值观和优势 找一份适合自己的工作 那今天我们要谈另外两个词 这两个词呢对我们的找工作和职业发展初期都有影响 一个叫做短板,一个叫做工作习惯 短板如果太短的话就会成为你职业发展的瓶颈 就容易被自己的短板半导 而工作习惯就决定了你在一个工作上 待着到底舒服不舒服 咱们先来说短板 为什么说克服短板对于找工作特别重要 我们先不说短板的定义啊什么不提这些 我跟大家举一个案例 我在非你莫属大概当了就半年多 其实小一年的嘉宾了吧 然后我们每次中午一点钟开始录制 一直录到晚上十二点 在这过程当中呢我们会见大概 就是八到十个选手 最少八个最多十个 很多时候我都发现有这样一个规律 就是第一个出场的选手容易倒霉 也不是说每次都这样 但是好多次我都明显感觉到 就是他被不公平对待了 为什么这么说 我就拿最近我还记得的一个例子来举例 就最近我们就是录制的时候 第一个上场的选手呢是一个研究生 然后他是那种就出国留学回来的 国外的学校还行 但是在这个国内的这个学校就不太好 就是个二批本科 然后他整体的表达呀什么的都是属于比较正常的类型 也不是说特别突出啊 但是绝对值得他要的那个薪资 他也就要个六七千块钱 你知道吗 就是一个其实什么工作经验都还没有的 这么一个小白应届生 然后按说起来薪资也不高 然后能力还行 就一般都能找到一份工作的 但当天呢就没有找到 然后为什么因为他身上有一个缺陷 这个缺陷在录制的过程当中 就是暴露的比较明显 就是他不爱做家务 然后刚好的妈妈也到了现场 就说到就是他就在家的时候很懒 然后就是不爱动手 所以把他送到国外 就是希望锻炼一下他的 就是自己生存的能力 然后确实这个女孩子到了国外以后 也挺努力的 然后在生活当中的各个问题 也是自己解决的 其实一般情况下啊 我们不会太介意这个 就是会觉得有点减分 但也不至于说全场灭灯 让他找不到工作 然后又上来一个小伙子 是第二个选手 那这个选手也是各方面都很一般 但是没有明显的缺陷 所以他就拿到了他想要的那份工作 但是就学历来说 他确实没有第一个女孩好 而且能力方面 其实也没有特别突出 然后我就跟现场的老板 我就讨论 我说你们有没有发现 就是你们一直到上到第二个选手 第三个选手的时候 你心里面才有个比较 然后你才会觉得说 这个人值六千 那个人值七千 你心里面才有一个大概的谱 一般第一个选手上来的时候 如果这个选手身上有一个明显的缺点 你们就会灭灯 你们没有可比较的对象 你不会觉得说 哎呀 我这个选手虽然有这么一个缺点 但是他这方面的能力 比前面那些选手要强 你们没有这个比较的话 就很容易因为 一个选手身上有明显的缺陷就灭灯 他们后来反思了一下 说是啊 好像真的是这样 为什么会这样 我跟大家讲 这背后是有一些原理的 这个原理呢 就是人们在做选择评估时候的心理动态 也就是人在做单独评估和做联合评估的时候的心态是不一样的 什么叫单独评估 就是我光看你 没有什么比较对象 那什么叫联合评估 就是我不仅看你 我也看下一个选手 我把你们放到一块比一比 然后联合评估跟单独评估的时候 人的心态变化是什么呢 我用一个生活当中的例子一举就明白了 有一个由十个桃子组成的水果栏 在水果店门口大粗销 但是这十个桃子里面有三个是烂掉的 请问你愿意出多少钱买这个水果栏 你可能说啊 我愿意出十块钱 对吧 我愿意出二十块钱 反正你心里面肯定有一个钱数 对不对 好那我再问你 如果我给你五个完完整整的好桃子 你愿意出多少钱来买这个桃 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 就大部分人都是这样的 就是他如果单独评估 就是这两个不是放在一块比的话 他给这个好桃子出的钱 比跟那个有烂桃子的水果栏 要出的钱要多 我说明白了吗 就当我做单独评估的时候 这两种桃子不放在一起比的时候 如果我发现一个水果栏当中 有烂桃子 我就愿意给的少一点 如果只是五个好的桃子 我就愿意给的多一点 但是你联合评估 你会发现什么 就是啊 其实这个虽然有烂桃子 但是其实还是多了两个好桃子 所以其实应该给这个水果栏的价格更高 所以人在做单独评估的时候 就很容易被这个对象 他身上的一个明显的缺点所吸引 就最明显的一个缺点 会影响到你对这个东西的评价 只有在做联合评估的时候 我才会发现说 哦 原来这个缺陷没有那么重要 其实不影响他的核心能力 而且即便他有这样一个缺点 他也比别的选手要值更多 这就是心态的变化 所以我就提醒了一个老板 我说你们在做第一个选手的判断的时候 就一定要想一想 就是他的核心能力是什么 跟我的岗位匹配的能力是什么 就不要被他身上的某一个明显的缺点所怎么样吸引 因为这个东西就把它放弃掉 因为可能他即便有这个缺点 跟下面的选手相比 也还是不错的 好 大家就觉得啊 好像是这样 挺有道理的 确实是有道理的啊 所以我想跟大家说什么呢 就是如果你身上有明显的缺点 那么在做单独评估的时候 你就很容易被放弃 其实那个时候 反而做联合评估比较好 最好就是你跟几个小伙伴一起面试 然后呢 哎 一对比就觉得 虽然你有个什么缺点 但是哎 在这项核心能力上 你比他们表现多好 或者说也不比他们差 其实这个时候对你才是有利的 但大多时候在求职的时候被考评 基本上都是一个单独评估的状态 就这个老板看了你以后 就觉得你不行 他直接就给你pass了 可能他过两天 过一天 他才会面试下一个 那个时候已经比较不起来了 所以我就跟大家讲 你的短板一定不能太明显 不然就会形成一个鲜明的记忆点 然后你的这个求职的对象 那个公司可能就根本就不考虑你了 那对待短板 我们应该怎么做 给大家整理了五个方向的做法 第一呢 就是把事情做得好一点 你知道哪个地方是你的短板 你知道它妨碍到你的发展了 所以呢 你就稍微注意一下 你要控制那个短板造成的不好的影响的程度 然后比如说你是一个特别不擅长沟通的人 你就要去注意一下 就是自己在这个讲话的时候 应该就是少说一点不啊 就少用一些命令性的语气啊 都表达一些赞美啊等等 然后呢 这个方面的缺陷的坏影响可能就没那么大了 这是我们解决缺陷的第一个方向 当然一下改掉是很难的 我要跟大家讲的是解决缺陷的第二个方向 叫做提前去设计一个系统 什么系统叫如果旧的系统 你知道你的缺陷很难改 因为它已经是畸形难改了嘛 所以你一定要去设计一个如果旧的系统 就当这个情况发生的时候 不要想太多 就是把原来已经想好的应对方案给上去 比如说你这个人最大的缺陷是什么呢 就是你跳槽跳的太多了 然后所以别人一看到你的这个过去的经历 就打算不选择你了 然后当他提到的时候 就如果别人问你说 你为什么跳槽这么多次 你一定要什么提前把那个设计好的答案给他 你在来这之前 你在找工作之前 就对你身上的缺陷应该有个规划 设计一个如果旧的系统 就如果别人问到这方面 我就怎么怎么做反应 把它设计好 然后呢就可以帮助你减少这个缺陷对你的影响 还有第三个方法呢 就是用你的超长之处来盖掉你的弱势 你肯定有所擅长的对不对 没有人身上是没有亮点的 所以说如果你去单独面试的话 然后被人家问到一些缺陷的部分 然后不妨坦诚没关系 然后你要帮助你的面试官 未来你要帮助你的老板 怎么样去做联合评估 就是你要把自己身上的某一个优点提出来 你就说横向对比的话 我这个优点还是不错的 虽然我有某个缺陷 但是我们工作所要求的这个销售能力 我比一般人都要强 你要帮助他去做联合评估 这样的话你身上的那个缺点就会被淡化 然后这叫做用超长之处来盖掉你的弱点 然后第四个解决问题的方向呢 就找一个合作伙伴 然后团队合作当中找一个跟你互补的人 然后去跟他去分配角色 你自己不擅长做的部分可以外包 然后第五个解决缺陷的方向 就是不要再做这件事了 努力之后无法改善 就证明你不是很擅长 如果一个缺陷真的特别特别严重 然后改也改不掉 就尽量避免找这方面的工作 这是我在缺陷这个部分跟大家讲的几点经验 那接下来我们要讲的是我们的工作方式 工作习惯 工作方式跟工作习惯 我讲了 他会决定你工作的舒适程度 然后也会决定你在这个工作上能不能取得成就 按照彼得德鲁克的观念 如果一个人不能够以自己习惯的方式去工作 就很难成功的 那一个人的工作方式主要包括哪几个方面呢 首先你要明白自己是怎么接收信息的 然后在工作当中我们接收信息的方式 主要是读或者听 有人呢就擅长看书 擅长阅读 他擅长以这样的方式来获取信息 在学校的时候 有些小孩啊很牛的 阅读得分特别高 一般他们就属于这种类型 那有的人呢就特别擅长通过听来接收信息 如果你是听者型的人 你就应该去干什么工作呢 就是做那种客户访谈呀 跟别人沟通啊 做这种工作可能会比较适合 对吧 但如果让你天天去看东西 让你去看材料 让你去看资料 你的工作效率就有可能非常低 大家猜猜我是什么类型的人 其实我是这个听觉型的 其实我特别擅长跟别人在沟通的过程当中 去总结经验跟学习东西 我阅读也还行 但是可能还不是一个完全的阅读型的人 如果你是个阅读型的人 就应该去干什么呢 比如说老板秘书 帮老板去处理各种文件法律文书 还有一些公司章程等等 你其实特别适合做律师等等 就你做这些工作会很顺手 在找工作的时候呢 大家一定要清楚 就自己接收信息的一个方式 看看工作内容是偏沟通比较多 还是偏阅读比较多 然后根据自己的方式去找匹配的工作 如果不匹配的话 你会很难受的 你的效率会很低 然后你还找不到原因 你觉得是不是自己不够努力 可能实际上可能你找的工作的类型就不对 除了了解这个接收信息的方式之外呢 你的学习习惯也很重要 一般我们理解的学习方式有什么呢 比如说记笔记呀 就是向别人去分享呀 还有实践呀等等 这些都是学习方式 但每个人的主要的学习习惯都不一样 有些人呢 就习惯通过实践来学习 有可能在学校的时候 他的这个学习成绩不怎么好 出了社会之后呢 就反而表现得很好 其实他是什么 他是那种实践类型的 他在做事的过程当中去学习 反而学得更快 所以大家呢 一定不要质疑自己的学习能力 应该去找到适合自己的学习方式 看看自己到底是属于记笔记 学得比较快的 还是写东西学得比较快的 还是向别人分享学得比较快 还是通过实践学习比较快 这是我们说的 就是决定一个人工作方式的第二个方面 叫学习习惯 第三个方面呢 就是我们跟别人的关系 因为在工作上 我们除了管理好自己之外 还得管理自己跟别人的关系 作为团队的一部分 我们每个人都好像是机器上的一个小螺丝钉 我们的运作会影响到别人 反之呢 别人的运作也会影响到我们 所以你要去看一下 你自己比较喜欢独自完成任务 还是喜欢跟大家一起 在团队当中 你到底适合做什么角色 对于自己在团队当中适合什么角色 这个事儿 可能还没有工作的 或者是没有工作太久的同学 一时都回答不上来 他也不知道他自己适合什么角色 在职业测评当中 有两个测试 是可以正在收听里 用来测试你在团队当中的形式风格的 然后根据你自己的风格 你就能够大概的找到那个适合的角色 第一个测试是 DISC 个性测试 DISC 分别代表支配型 影响型 稳健型 跟谨慎型 这四种人对应的风格的表现 就是我们在表格当中列举的 大家看一下你自己到底是哪种类型 我们公司有一个女孩子 她是典型的支配型 已经典型到什么程度了 就是我交代她一个事情 我上一秒交代 她下一秒恨不得就全部都干完 她每次在做公司的这个计划的时候 她做的都比别人怎么样 要提前很多 就别人就觉得 哎呀我得五天干成这个事情 她的计划就是三天 而且她要求他们整个团队都跟上 所以跟着她干活特别紧张 因为她就是属于那种行动特别快的 反应很迅速的目标明确的人 就是很典型的支配型 那她就很适合在我们公司工作 因为我们公司放权放得很厉害 就是每个项目上的人 可以自己做主的地方特别多 所以呢她在这边 就比她在别的地方工作要舒服很多 所以看一下你是哪个类型 这四种类型跟另外一个测试 PDP测试的结果可以对应 不过在PDP当中 把人一共分成了五类 并且匹配了不同的动物类型 这个可能更加好理解一点 你看看你是老虎型呢 还是孔雀型 还是变色龙型 还是猫头鹰型 还是考拉型 考拉型就是知心大姐姐特稳健 对吧 孔雀你看看就是喜欢鼓吹理想 在推动新思维跟新事物方面 有较强的能力 老虎型就是具备开创性跟改革性 在工作当中雷里风行 还有整合型 也就是变色龙型 就是不稳定性高 被成型 还有猫头鹰型 猫头鹰是什么类型呢 最典型的代表就是日本人 他们特别安定 这几种类型不是说哪种类型更好 哪种类型更坏 它只是衡量一个人的形式风格 每个人在团队当中都有 他自己的适合的位置 比如老虎型的就适合做领导 去推动一个新项目的开展 像猫头鹰型就比较谨慎考虑周全 他们就很适合做规划 对吧 也经常出现一些专家型的人物 考拉型呢 就特别适合做人士 然后也特别适合就是成为团队当中的合适老 如果是变色龙型 那么可能是你的性格还没有完全定型 各方面的得分都比较平均 没有特别突出的倾向 这些测试都可以在网上找到 大家可以去看一看 但这种分类更大的意义在哪呢 就是你可以通过基本的判断 得知你周围的人跟同事应该被大致归为哪一类 然后用来调整你跟他们的合作 比如说你把一个项目很紧急的工作 交给一个猫头鹰型的人 一定要跟对方去确定好交付的时间 并且去跟进进度 不然的话 他有可能因为想把这个工作做到完美 他就一直拖拖拖拖拖 错过那个截止日期 除了了解自己接受信息的方式 学习的习惯 以及就是自己跟别人关系的这种类型之外呢 还有一个就是要明白自己在压力下的反应 你面对压力的时候 表现的会更好 还是会更差 你能够主动做一个决定 并且去承受这个决定带来的后果吗 还是你比较倾向于提建议 换句话说 你适合做将军还是做军师 你要搞清楚 这样才能够在职场上找到适合自己的位置 以上就是我们跟大家讲的工作方式的问题 就大家要根据自己的工作方式 找一个让自己舒服的工作 关于缺陷跟工作方式我就讲到这儿 最后我们想花一点点时间来谈一下这个迷茫的问题 你看在我们这个求职营里面 就是大多数同学都是迷茫的 不然大家不会来上求职营 对吧 然后怎么样去摆脱这个迷茫 其实我自己是一个几乎在职场上没有迷茫过的人 我很清楚我自己属于什么类型 我也知道我自己的缺陷 我也知道我自己的价值观 所以我在找工作的时候 我就特别明确的要找那种主动权比较多的 然后呢灵活性比较大的挑战性比较高的工作 可是找工作可能就是还不如我自己创业来的简单直接 所以我直接就从学校出来之后就创业了 我觉得创业这个路就是为我们这种人而准备的 我们的坑压能力很强 就是我们特别热爱挑战 就是如果生活是平稳的 对我来说根本就是一种折磨 好我现在很苦但是我很快乐 所以你找一份工作你愿意做 而且你觉得快乐你一定能成功的 因为这个世界上80%的人都在被动的工作着 他们所做的工作都不是自己喜欢的 自己待的都不合适 所以他们没有办法发挥出全部的潜力来跟你竞争 你就不一样了 你太喜欢这份工作了 你拼着一点都不觉得苦 所以你能够把你的全部奉献给这个工作 而在职场上成功的人都是能够就是用心工作的人 所以我跟大家讲说 找一份这个合适的工作特别特别重要 然而找不到你就会迷茫 那迷茫的时候应该怎么办呢 我们之前讲的这些都可以帮助大家去破解迷茫这个问题 最后我们再提一小点 也就是大家觉得如果真的在职场上比较迷茫或者是有了瓶颈的话呢 就是除了提高自己之外啊 你可能还需要别人的指点 也就是说你需要一位职场导师 美国曾经做过一项研究就表明说 有职场导师的白领平均薪资是无职场导师的白领的1.5倍 也就是说有个导师赚的更多 为你的职业生涯寻找一位导师能给你带来很多的好处 你现在所遭遇的大部分问题 他可能都遭遇过 所以他提给你的这些建议跟想法都是相对来讲比较靠谱的 你就可以避免掉很多的坑 你也避免掉会吃很多的亏 自己吃亏 自己再去涨一智太慢了 吃一千才能涨一智 那吃十千才能涨十智 所以说你要走很多的弯路 可能才能够总结那些经验 大可不必 你可以去看看别人都走了哪些弯路 就可以不走这些弯路了 在很多大公司里面的职场新人入职的时候 公司都会给他安排一位导师 比如说在四大会计事务所入职一个月之后 公司会根据你的岗位 给你匹配一位工作年限大于你两到三年的同事 那这个同事就可以在接下来的时间 帮你解决一些工作上的问题 但是有的时候这种匹配没什么用 因为可能匹配到的这个人 你并不喜欢 你自己去找一个职业导师 对你来说才是更有效的 因为你认可他 那一般怎么样去找呢 首先在你的日常工作当中 看看公司的哪个同事是你认可的 而且他的职场经验比你丰富 都跟他打交道 找到共识的机会 其次在你的同行里面找 也许是你面试的时候遇到的那个面友 也可能是面试官 也可能是参加活动的时候遇到的同行 然后第三呢 就是学长学姐 工作年限不要比你搭太多的亲友还有长辈 对应届生来说 这是最实际的 还有第四呢 就是上网 私信发邮件等等 结识一个你想结识的人 那可能你会问说 大家都这么忙 为什么会有人愿意给我指导呢 就是我凭什么占用人家的时间跟精力呢 首先呢 你不要把这个事情想的太功利 其实我有一些弟弟妹妹 总是来找我问问题 我也愿意回答为什么 就是因为对于人来说 他有一个先天需要的东西 就是被信任感和被认可 所以你除了请教问题之外 你一定要给对方足够的反馈 那就是你对我的帮助很大 你是我的恩师 然后我今天之所以有这样的成就 都是因为你就一定要给对方及时的反馈 然后你有成绩了 要向对方去汇报 就你们之间要保持一个 就是他帮忙你反馈的这么一个关系 然后另外当你就是 有能力去回报的时候 一定要回报人家 没有能力的时候呢 最好也让人家看到你的潜力 所以说也不要太过于担心说 占用别人的时间 如果你能够给人家反馈 让人家有成就感的话 比如说每次玩完了之后 回复一句说 您真的太厉害了 遇到您 我特别特别幸运 就是我有一个职场导师 可以让我少走弯路等等 其实对方不会觉得 就是特别烦的 其实我们创业的人都有一个就是可以咨询的对象 我之前看江新之路这本书的时候 就是这个星巴克的创始人写的一本 就是他的自传 他就有很多就是可以咨询的对象 比如说他在这个工作管理上经常会有问题 那么他就有个朋友可以帮他解决这方面的问题 他又经常去求教 其实这种稳定的求教关系是很常见的 让大家努力去找一找 也不要找那种就特别特别强的 你现在一个月赚一万块钱 你找王建林 然后帮你做导师 那是不太可能的 所以找一个比自己经验多个几年的就可以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 主动的去找一个职业的导师 然后缩短自己走弯路的距离 总结一下今天的课程 我们一共讲了三点 第一就是控制自己的短板 尤其在做单独评估的时候 你的短板会影响你的发展 控制短板的方向有五个 大家对应一下自己现在比较适合用哪一种 第二就是了解自己的工作方式 包括信息接收的方式 学习习惯和与他人合作的方式等 然后第三就是找一个好的导师 来帮自己缩短职场上走弯路的距离 以上就是今天的内容 希望对你有帮助